那位问老师的问题是有关有一道餐厨 收完后是不要用米粉临在的锅子里面 然后把木莓菌加糖用水流的方式 还把它流去餐里面 这样才会用的 另外就是有关这个糖面要多多量 因为上面有听老师说 如果这个糖面太多 荒豆等会三成更多的咖母 算是酵母菌 这样子就比较不好 那到底这个糖的量要多少 这种比如说你先贴米粉 还有这个糖蜜 然后把木莓菌加糖蜜加流下去 其实当然这就是说 在途中里面有一个食物的来源 那这样子当然是可以 只是说这个木莓菌 它和米粉直接接触到的 这个机会到底有多大 这有时候我们尽快去预测 所以一般我们为什么的去给它 例如说我木莓菌 我先用米粉 炒这个炒一点糖蜜 我把木莓菌放在里面 去拌拌拌拌拌拌 就是说让它直接在这个 这有丰富的食物来源里面 先做一个快速的 这种 我们说的说增生 这微生物的一个增生 这项客就大概会很不错 所以在这里可以在应用的时候 大概你可以这样子去使用 所以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这个办法是最好的 那么因为这种的一个方法 可以起来效果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 它的效果 最好的一个好食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发酵的一个 我们把它吃过 这个发酵的效果 就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你把它放在山底的时候 你放在山底 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木霉菌 也放在山底 当然 它就很快就可以去表现出来 很快就可以有这个表现 所以 这个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在这里 让我们好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 这基本上 它是这样的这个情形 那么你现在如果说把它分开 我们听众朋友说 我是不是米粉下去 当然米粉做油脂肥去下 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其他大概就是说 你同样 它也是有法度去利用 只是说 比较像我们放整堆那样 集中 最主要这个原因是这样 那么这个糖蜜的解决 两年可能你可以 大概 因为你很快就要 留住水底 这一分底里面 我们曾经有机会 有人去做过这方面的 一个小小的研究 这一般来说 一分底 这糖蜜 因为那浓度没什么同样 你若是 那种倒得出来 那种糖蜜 倒得出来 有的糖蜜倒没什么出来 很高的 因为现在目前 所以 所以你要用的量 会超过很多 不太容易 要超过很多 这种情形 不见得 因为我们不想给 这个产地 一下子 酵母酥太多 这是我们调教评朋友了解到 因为酵母菌太多多的时候 一点点没关系 但是这种糖如果多 酵母菌又太多的时候 它更容易产生什么东西 二氧化碳 酵母菌利用糖分的时候 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已经没有太多多 对作物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不要让它想过头量 不过这个量不太容易超过 比如说你是分隔30公斤 这个糖蜜就很多了 这一般很难用到超过 很难用到超过 所以这个部分倒是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个量要超过 因为你们家在做未熟 不然这般来说 这个量不太容易超过 为什么我们发现这种超过量 这个情形 这就是之前有一间做导游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 做导游做什么的一个公司 它有在做一种 就是说反正就给大家去用 它在找一个地方 并说我一趟再来四冬 我给它四冬五冬 我给它灌入 如果有人要用 就去打 看多少钱去打 其实以前我也想过一种做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连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到最后 它的东西不好卖 因为那要资 不好买 不好买 他就说 纯粹他不可能再去栽档 不过去栽档 他就叫那些农民说 不理你把他拥拥掉 那太多了 那些农民也很高 他就把他整个开下去 把他在淹水的时候滑下去 我看一两 一分底滑到一两百公斤 应该绝对有 有较少不较少 虽然它是有发酵 有处理过 但是太多汤味蜡就很多 所以到时候有喝到的 这水喝到的 堆在用的时候 就都刺激 都没说太好用 那时候了解到这种 所以这个量 这个量其实要蛮大的 他要有蛮大的一个量 所以这可以先知道 这在这里 让我们好朋友 先做参考 所以你要是像你这样 要用到超过量 这个实在是不是很 不是很容易 所以这在这里 让你做一个参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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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